爸爸有抗你選舉嗎 爸爸沒有嗎 爸爸有沒有抗你選舉 就是你的問題還是我的問題 不要追給我 民進黨立委鄭運鵬脫口秀 節目上直接口號兒子 讓觀眾嗨到最高點 因為他的兒子德德 在選前之夜陪他車隊掃街 以炮而紅 德德酷似韓星帥氣外型 在網路上引起討論 就連選後話題也沒停過 鄭運鵬在社群平台上 自稱鄭運鵬兒子的爸爸 不只分享家人互動大小事 這次更貼出鄭運鵬兒子的爸爸的 爸爸照片透露德德名字 命名由來就是因為鄭運鵬的爸爸 除了是成大高材生 還曾在礦坑服務 名字就叫做清德 因此德德的名字 就是為了紀念阿公 只是礦坑和清德實在很巧合 有網友開玩笑說 此清德非彼清德 還有人說叫清德都很優秀 相較鄭運鵬帥氣的兒子 許智傑的女兒 也引起不少關注 我是小弟的小姑娘 現在是在這裡 跟大家介紹 許智傑女兒許昕 選戰最後關頭陪爸爸車嫂 當起麥克風手助選有架式 而她的靚麗外型 也被網友封為 鳳山陳婷妮 因為兩人都有 瓜子臉 高額頭和大眼睛 另外高挺鼻樑及甜美笑容 有幾分審刺 這是被冠上這個 鳳山陳婷妮的這個名號 雖然我自己覺得很不好意思 因為陳婷妮本人真的漂亮很多 看到爸爸的辛苦啦 就是車嫂其實真的不是那種 我們以為就站在車上 揮揮手 她其實沒有這麼容易 儘管選戰落幕 不過政治人物家裡的明星臉兒女 意外成為焦點 也替原本生硬嚴肅的政治話題 增添一些人為和溫情 三次的程序結合採用台北怎麼了